一千变三千 来 上机开稿 挑战变废为宝 从编鸟料淘宝的第五天 今天有个粉丝说 青青我想爱一条葡萄肉的手镯 尘头五一 预算一千 没有别的要求 和奶茶店喝的多肉葡萄一样就可以了 天哪 这个粉丝是个小吃货呀 一千就一千 点个小青青 青青带你一条料子走 哇 这个猎长得好像一颗小爱心 你看 这边往左边长 这边往右边长 这个位置能留一个贵妃位给我 哎 我去 这边有个小毛毛裂呀 嗨 我还以为我第一条就找到了呢 再看这块 这个好冰呀 但是它这个位置 看里面有一条树裂过来 本来是有一个小贵妃位的 但是它这个横裂就影响了它卓位出不了 怪不得人家都化成珠子了 而且这个它侧面也薄 这个也不行 这边飘花的 哇 这笼子好看 还有这边白色的 哎 这块可以哦 这块人家已经出完卓位了 这里还给我留一个小卓位可以做 而且这个完美度也可以 色也符合我要找到葡萄肉 就它了 杰哥 这块多少钱 这一块一千五 天 你这是认真的吗 你不是在这玩游戏 你记得那么清楚 便宜点给我 八百 我最要这一点 八百 对呀 你这旁边卓位都出完了嘛 一千就一千 不影响你玩游戏了 转给你啊 拜拜 卓位已经画好了 它这个位置呢 纹列太多了 肯定是不能用的 我选的这个位置呢 要颜色有颜色 就是粉丝说的那种多肉葡萄 而且你们听啊 这个声音真的是肿很老的 这条起货出来一定是一条又冰又绿的贵妃装 走吧 现在拿去加工 其实玩翡翠啊 最令人痴迷的地方就是能不能赚到钱 一千点三千 来 上机开稿 卓子起货啦 葡萄肉色呢 它是建于晴底色和果绿色之间 比晴底色深 比果绿色浅 是一种非常清新的颜色 葡萄肉的手镯呢 一定要带整水 这样才会有包了皮的水晶葡萄 水汪汪的感觉 那这只手镯在市场值多少钱呢 我们去问贾哥 走 谢谢 我这只手镯要放你这样卖的话 大概都卖多少钱 三千八到四千左右吧 这颜色还挺甜的 这个看最高了吗 最高了 因为现在行情不好 谢谢阿勒 一千变三千吧 挑战成功 点一个小星星 你们还想找什么手镯 评论区告诉我